公園位於Guardina Expressway King Street East路段以南 Eastern Avenue 和Richmond Adelaide高架路之下 內設遊戲場地、滑板公園以及籃球場 另外還有不少藝術品向公眾展示 同時由於高架路遮擋 民眾在公園內的活動不受天氣的影響 參加開幕慶祝儀式的安省 以及聯邦議員紛紛表示 公園的開放為多市駐入了新的活力 同時也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水平 公園的開放是多市湖濱公司發展項目的其中一部分 會將Guardina Expressway以北的社區 和多市沿湖公共場所緊密連接起來 公園的二期工程位於聖Lauren Street以西 目前正在加緊施工 預計將會在明年的春天開放